瑞芳区甘萍里去年参加理环境认证只得到四颗星 让里长不是很满意 今年卷土重来加强绿美化的项目 光是樱花就种了多达60颗 一举获得最高荣誉环境五星级认证 让里长和社区理事长及志工们都很开心 甘萍里在里长及理事长的带领下 这两年来里内环境有显著的改善 两人都更是亲力亲为 当志工 除草 砍树 种樱花 几乎样样都难不倒他们 很高兴我们这次能够得到五颗星 然后去年得了四星 然后因为有一件有一个绿美化没有过 所以我把去年得到的奖金 所以全部都投在绿美化的绿美化这一边 里长表示去年他上任里长的第一年 参加里环境认证 但在绿美化的项目无法通过评审 只获得四星级 虽然有些气馁 但今年卷土重来 在绿美化的部分花了不少心力 光是种樱花就种植多达六十棵 花了不少时间和人力完成 然后这一次也很感谢我们的志工 他们每一个人都很尽心尽力的 在为我们里内的环境做打扫 做清洁 然后这一份奖是属于大家的 我们要感谢真的是志工他们的大力相挺 里长说真的也蛮热情的为地方在建设 这次得到五颗星是属于大家的荣耀 在绿美化的项目加强下 甘评里参加今年里环境认证 果然一举拿下五星级的好成绩 里长和里市长都是以最少经费来创造最大效益 让里内环境明显改善 民众居住环境品质也有所提升 杰全威 瑞芳采访报道